113年吉安乡长杯桌球锦标赛 今天在宜餐国小活动中心举行 共有来自县内外54支的队伍 320位的桌球好手同场竞技 而乡长游淑珍亲自开球 也祝福大家能够展现出最佳的球技 说赢得佳击也要打出健康与活力 前乡长游淑珍上任时 推动乡长杯桌球锦标赛 鼓励爱好运动的球友 不分性别年龄不分县市乡镇 都可以到吉安乡以求会友 促进身心健康 孰珍上任108年至今 第6年的乡长杯桌球赛展开 不分大大小小也无分乡镇市 我们相信运动健康体能训练 以及亲子的欢乐 尽收在我们的竞赛里面 看到我们的小朋友 从小小打了6年 以及成为国家很重要的国手 也看到健壮的老大人 来作为一个运动休闲 所以永远健康永远年轻 吉安乡公所克尽职责 来推展各项的运动筛事 希望我们能在运动中 找到健康找到活力 也找到了球友们的好情谊 也祝福大家有很好的成绩 更有每一天快乐的学习 113年吉安乡长杯桌球锦标赛 星期六在宜昌国小活动中心登场 有来自前线还有外线市 54支队伍 约320位的桌球好手 要角逐胜利宝座 乡长游淑珍亲自开球 为比赛揭开序幕 华联县体育会桌球委员会主委徐荣宏 感谢乡长游淑珍支持 每年的乡长杯桌球赛 就是选手们验收成果的好机会 不但可以以球会友 还可以和各地的选手来切磋球技 更有益身心健康 拓展人机关系 介络会吉安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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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